误化治疗的误区,你避开了吗? 误化,你避开了吗? 会健康与您一同关注。 别小看咳嗽,当咳嗽严重时会导致呼吸困难,心率加快。人们除了选择吃药之外偶尔也会选择误化治疗方法。 误化的却可以快速缓解症状,那么如何正确做误化治疗呢? 做误化的正确方法。误化吸入半小时前尽量不要吃东西,可以喝少量水,以防止误化吸入过程中药液刺激气道,引起呕吐。 误化器用好药及时清洁,可用温水浸泡半小时再清洗,晾前后放在前浸袋子里下次再使用。 误化吸入治疗相对来说无副作用,也更适合儿童,不过使用误化治疗呼吸道疾病并非百无禁忌,还是要按医主进行治疗。 做误化有什么作用? 根据误化吸入所用的药物不同,误化吸入起道的作用也不同,主要是消炎吸式盘液,有利于盘液排出,接触气道静软的作用。 误化吸入的误区。 关于误化姿势,持续时间,误化液用量等方面仍存在众多误区。 一,误化姿势有要求吗? 误化姿势可以选择站立,保持上半身直立或者伴养我的姿势。 正确的误化姿势应该是患者感觉最舒适的姿势。 2,误化治疗要持续多久。药物用量越大,气流量越低,则误化时间越长。 误化吸入治疗时间一般以。5-15分钟。未加。 3,误化吸入,嘴吸还是面罩吸。事实上,误化吸入可采用吸嘴或面罩给药,但吸嘴通常是更优的选择。 3,误化。 对于持续误化治疗的患者,为了提高患者依从性可采用面罩物化,但选用密闭性好的面罩,同时引导患者用嘴吸气。 4,如何避免物化药物不良反应。 4,如何避免物化药物不良反应。 如,心动过速,血压改变等,这些都是药物固有的不良反应,通常无法完全避免。 因此在物化治疗期间应该密切观察患者的变现,出现异常时及时停药。 铁木铁包 &蜂道 鸡汁 1 2 10 7